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份博佑的国际英文新闻导读 今天我们第一则新闻啊,一样其实是想要来聊聊关于 其实这几个月AI的话题都还蛮火热的嘛 那最近就是又有一则让人比较惊讶的消息 就是有一位,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左边就是一位德国的摄影家,他叫做Boris 他就很大胆的,他就是用了一个AI生成的图片 是图片哦,然后去赞加一个摄影的大奖 并且获得了冠军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German photographer won a photograph award with an AI image and rejected the award 好,就是说德国来的这个摄影师 他得到了一个摄影奖项呢 不过是用一个AI的图片获得了奖项 那他就是拒绝了 好,reject the award 好,拒绝 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一幅画就是他得奖的那一张照片 应该说是图片 好,那这一课我们会学到的单字是 第一个是generate 所以generate只要是AI生成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讲说AI generated 好,加上ed 再下一个单字是如果有在准备多亿的 呃,读观众们啊,cutting age 就是你在读多亿一定会遇到的画世代的 通常是在讲到科技或是一些发明相关的字 和常用到的形容词 那这篇文章他讨论到的是啊 他说,German artist Boris Aldixson won the creative open category at 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 好,with an AI generated picture 好,刚才提到的 好,所以我们的主角呢,他叫做Boris 他就赢得了 那其实他这个奖项啊 他的类别是creative open category 好,是一个创意的公开组 那是在Sony举办的一个摄影大奖 那就是用到这个啊 AI所生成的照片 generated 好,after refusing to accept his award he said the picture is used to creat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future of photography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不是啊,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好,那他后面有解释到他自己的原因啦 他说,他在拒绝了以后啊 他就说,其实我这张图片呢 是is used to 好,被动与态 被用来要创造一个讨论的discussion 他想要讨论未来的这一些照片、摄影啊 会有因为AI的出现而发生什么样子不同的变化呢 好,或者说甚至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好,那我们看一下中文的解释 那再来后面这边说到啦 呃,那大家可能想说 奇怪那主办单位呢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嘛 好,所以他就跳出来说啦 好,这个是发言人 他就说了 其实啊,before Boris was announced as the winner 好,在他被宣布为赢家之前 he had confirmed the piece was a co-creation of his image using AI 其实他已经有跟主办单位就是确认过了 呃,确实证实说 这一个piece,就是这个作品啊 他其实是一个共同创作 跟谁共同创作的 跟AI一起创作的 这他主办单位是也知道的啊 不过,主办单位他们的概念 他们是认为说 nevertheless,the creative category of the competition welcomes various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make image including cutting-edge ones 那这边我觉得是 也还蛮值得探讨的部分啦 主办单位是抱持这个非常开放的心情 他说,只有我们这个创意组啊 本身就是还蛮欢迎各种各样的 一些甚至是实验性的方法 然后是你来创作影像的方式 包含你要用一些画世代的方法 cutting-edge的都没有问题 那其实这个就是 呃,实际上还蛮有趣 蛮值得讨论的话题的 那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 实际这位摄影师不应该这样子参赛呢 还是,主办已经知道他会这么做了 那是主办的标准需要被检讨吗 好的,我们的第二则新闻呢 来看一下关于泰国的新闻 我们最近经常被身边的朋友洗版 一直到泰国玩 然后搞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去 那最近泰国的一些观光消息 其实也还蛮多新闻的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听过 最近有出现泰国要开始征收一个观光税这样 但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一个观光税 大概台币将近三百块左右的 因为为了要就是 看到新闻是讨论说想要去阻挡一些奥客 但是三百块大概没办法阻止奥客吧 但是或许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观光收入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到Northand Thailand's air pollution is causing a tourism issue 这张图片可以看到稍微背景是有一些雾蒙蒙的 那其实泰国的北部啊 尤其是清迈这一块 他们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这还有加上这一阵子啊 面临到非常大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其实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观光收入了 好,我们来往后看看 今天会遇到Dance第一个字叫做spike spike这个字一般都是讲说 某一个数字他达到高点的时候 比如说出生率啊或是死亡率啊 达到高点我们讲spike 那再来widespread widespread很广泛的扩及 那就是广传的形容词 好,这一则新闻说到的是 As Songkran Tide New Holidays Sorry,New Year Holidays Famously celebrated in Thailand 好,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字有没有印象呢 Songkran就是泰国最有名的节庆啦 泼水节同时也是泰国的一个新年假期 那非常受欢迎哈 并且被庆祝 The hotel bookings in Chiang Mai were far short of the 80% to 90% expected 好,既然讲到说泼水节啊 这么有名的节庆 相信很多台湾人也是为了要去一睹 泼水节的风采 然后就会到那边观光嘛 但是他们发现啊,在清迈啊 Hotel bookings订房率竟然是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 好,我们先往后看这里有一个 Expected Far short,那到底比预期的少多少呢 竟然高达80%到90% 这么多 那原因就在后头 The reason is blamed to the high air pollution levels in Thailand's northern city of Chiang Mai 原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be blamed to 就是你要责怪后面的东西 那就是air pollution嘛 空气污染这件事情 它的程度实在是太高了 尤其是在北部清迈这个地区 那大家到清迈很喜欢就是观赏一些宗教的建筑物嘛 那竟然就是因为 通气污染的关系被影响了这么大的旅游收入 Air pollution has been a low lasting problem in Thailand 或许有些观众比较 可能太久没有去泰国 或是还没有去过 好像我一样 就不太晓得原来泰国的空气污染 其实都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哦 一直都存在的 Long lasting 那到底怎么形成的呢 Usually caused by heavy road traffic In the case of the capital Bangkok 那我们就先讲In the case of 我们就拿首都曼谷来讨论好了 为什么曼谷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有heavy road traffic 有非常繁忙的一个交通 那the pollution level spiked this year as a result of forest fires and widespread crop burning 那今年它的这一个等级 到底为什么会达到一个高点 我们刚刚说数字高点的spiked 也就是因为啊 as a result of 今年的一些森林活灾 forest fires 没有干旱的关系 那当然还有一些农作物焚烧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主要造成 泰国空气污染的原因啦 尤其在北部这一边 好的 再来我们智慧哲新闻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然后猜猜看是什么地方呢 好或许有同学已经猜对了 好观众们 确实这是印度 在印度呢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人口前二最多的国家 就是中国和印度了 那我们今年既然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消息 就是印度啊 India population will surpass China to become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印度的人口数 竟然将要 目前还没有哦 但是将要 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了 待会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好 今天遇到的单字呢 首先刚刚标题看到的surpass就是超越 那再来populous 刚刚提到的是population 人口数 那这边populous变成形容词 人口众多的 那再来遇到的是project 一般我们听到名词专案都会想到project 那这边讲的是动词推算 所以我们的发音叫做project 好 最后一个单字是implication implication是一种暗示指出 好 或是带来的一些后果都可以用到这个字 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新闻 他说 a data rele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howed that india is set to surpass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有一样数据啊 他就显示了公布了 那并且是联合国un指出的 他说啊 哇印度他已经哦 is set to 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事实了 要超越中国as成为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 nation 国家 等于country 好 那他人数呢 with almost 3 million more people by the middle of this year 基本上正确的时间会是在大概今年中的时候 在今年中之前啦 他就会大约超越中国300万的人口咯 so india's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reach 1.4286 billion compared to china's 1.4257 billion so that's 2.9 million fewer 好 实际上人口 那讲到人口这边哈 他说的是估计 好 预计推算 会达到reach 大家要先知道billion 我们才比较好讨论这个数字哈 好 讲到billion就是10亿 好 14亿多的人口数 好 14亿 呃 2860多万的人数 那跟中国相比呢 compared to china's 好 刚刚说过了 呃 这边一样也是14亿人口 但这边是啊 2570多万 所以呢 他有做一个比较啊 这样子差异之下呢 就是2.9 million fewer 好 大约少了将近300万的人次 ok 所以实际的数字 大家就可以从这边看到咯 那我们再往后 他说 china has held the distinction of most populous country since at least uh 1950 哇 其实自从联合国开始登记以来啦 也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获得一个 distinction 它可以作为殊荣 它的殊荣就是 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相信大家以前在读学校的教科书 课本也都是这么写的 好 那它讲到了 significant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both asian giants will appear in the following years 其实这个人口数的差异 它后面显示了一些呃 呃 概念 也就是会有 其实可能会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呃 后续 后果 甚至暗示 那是针对这两个呃 亚洲巨头 asian giants 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咯 呃 或许中国在一些方面 因为人口数量多 生产力足够 然后可以在呃 一直作为一个很强的位置 那或许印度会有些不同的发展出现 不过这也要考量到另外一件事情 好 我们看最后一句 Also the policy makers will have to create enough jobs for the number of people 当然当人口数 一个国家人口数变多的时候 其实政府甚至是立法的人员 他们也要去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才能够来支撑这么样子庞大的人口数量嘛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博佑的呃 四月份国际新闻 那以下是我们的来源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个月见咯 拜拜